12月23日 胡锡进在新浪财经专栏最新发文称 这样的为上证指数证明没有意义 他与股民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了 老胡说 这个帖子说 上证指数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道琼斯指数 我想作者一定是好意 想换个角度鼓舞信心 但老胡要说 这样的证明没有意义 他与股民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了 老胡认为 没人能活127年 大家也都不活在统计学的平均数里 大家要的是 自己现实投资周期里的获得感 这样的投资周期十几年 甚至五六年已经够长了 在这期间 上证指数的表现不佳是明白着的 而且127年里 美国经历了很多战争 还有大萧条 中国这30多年 则是相对最顺利的时期 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超大规模快速崛起 但是中国股民这期间 从股市上分享到的利益非常少 散户的亏损面相当大 这的确不应该 老胡这样说 老胡认为 把股市搞好 让更多投资者挣到钱 这是我们国家必须推进的改变 不能用上述有点奇怪的对比 客观上削弱这一使命的紧迫感 而要建设好股市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一是要加快消除很多专家 都不断谈及的资本市场各种弊端 二就是要促进大盘指数的波浪式上行 而不是偶尔有个高点 长期在三千点上下横着走 导致一些人在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买入就会长期套牢 老胡表示 说实话 搞好股市 绝不仅仅是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事情 尤其是当下 股市的信心如此脆弱 全社会要一起努力 形成合力 促经济要同向发力 股市信心是当下经济信心的一大重心 股市上不可能没有利空消息 至少要确保合力的绝对正向 光靠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发文出措施远远不够 其他部门的工作 如果协调性跟不上 股市起不来的 中国经济带整体前景无疑是光明的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 促进中国股市健康化 注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而且这当中实事求是 勇于面对问题是第一位的 老胡说